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Gabuda 这只是我双见论股 YouTube Channel里面的一位 会员所问的股 如果你也是有兴趣向我问股的话呢 可以去我Channel里面按这个 Joy Button 参加会员只是需要请我喝一杯咖啡 他 星期五的股价 其实是在突破了这个 红码主流线的这个 14线这条 3.7 他突破上去了 然后呢他就收盘价是 3.7.5 他现在要面临 这个 阻力线也就是这个 20天均线 3.7.5 然后呢当然还有这个 筹码风的最高价 so 阻力线就是 如果他有能力突破 3.7.6 这个就是突破了 但是重点是说他这边有一个非常强的 这个 resistant 在套牢盘 这价钱大概就是 3.9 3.9 9.5 给他4块钱吧 比如说这个是大概是4块钱 他收盘价是3.7.5 相差2.5 不到10% 就算 你有突破这个买进去的话 你可能是买在3.8 3.8 4块钱 就2毛钱 超过5%的操作这个 老实讲是非 是没有什么操作空间的 因为你看这边4块钱 这一个应该是过不到的 所以 就继续观察吧 因为操作的空间 真是太小了 而且一不小心 很容易被套 因为他不一定会上到4块钱的时候 才Utun 那可能在3.9 3.8的时候 就Utun 你买在3.8 他又很容易被套了 这个我觉得 不要随便去进去里面操作 这个操作空间真的是太少了 突飞他突破新高 突破4块钱 就是说 把整个这些筹码呢 都变成支撑盘 那时候你就可以考虑不要买入 现在我觉得操作空间太小 很难操作 就避开他吧 当然如果你已经持股到时候 如果你已经有股的话 你就什么东西不用做咯 要小心就说 不要再次让他tap破这个 呃 抽码缝大概是3块6吧 tap破3块6的话 你可能就要考虑把它卖出去 这是我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 谢谢大家